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还说 很多人犯了罪 越解释越糟糕 最后罪名一条条加上去 就是因为不能忍耐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烧送小房子后梦到躲过鬼门关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一位佛友和我碰面时 说了他度的一位食道癌患者躲过鬼门关的真实案例 食道癌患者是他小姐妹的弟弟 当时三个医院检查下来都说他得了食道癌 佛友就叫他狂念大悲咒 念小房子放生 刚开始佛友把自己念的小房子结缘他 食道癌患者烧送佛友的小房子后 在医院做了个梦 梦里很暗 在走一条路 看到前面是鬼门关 门开着 他知道不能进去 进去就出不来了 就看到边上一位年轻人直冲进鬼门关 门关上了 他醒了 医生说边上床位的年轻人刚走 就是他梦里的年轻人 他庆幸自己没有走进鬼门关 他是烧送小房子后马上就梦到的 就知道佛友给他的小房子能救他 心灵法门能救他 后来他自己和家人精进修行 两周内烧送了八十多张小房子 加上放生 癌细胞就这样消失了 查下来是良性肿瘤 不用化疗放疗 癌症帽子摘掉了 医生也说太神奇了 从来没有遇到过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初学心灵法门时 度了一位乳腺癌患者 是邻居的小姐妹 她开始整天以泪洗面 给她经书 叫她念经后 她每天念大悲咒和其他经文 烧送小房子 吃全素 经常放生 完全按心灵法门来做 每天大悲咒念了 她觉得人精神状态特别好 和以前感觉完全不一样 她就知道经文力量真实不虚 对佛法就有信心了 相信观世音菩萨会救她 她全身心投入佛法中 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就是念经 别人化疗都很痛苦 她每次化疗都睡着 一点不痛苦 白细胞也处在正常状态 医生都惊讶 问她吃什么 她就说念经 把医生都度了 她还梦到师父 师父说她严寿好多 她自己病好了 还现身说法度人 去癌症协会度人 度了周围好多人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拜师现场 还看到观世音菩萨 她说 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十几年过去了 她看上去 越来越精神 这就见证 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同修们好 我的孩子发育迟缓 虽说到了入学的年龄 但经过测试 他的实际发育年龄 才57个月 无法入学 经同事介绍说 有一个幼儿园里的老师 对孩子很有爱心 能把淘气的孩子变好 于是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把我的儿子放进了这个幼儿园 到了这个幼儿园之后 园里的老师了解了孩子的情况以后 就给我们介绍了澳洲东方电台的 卢台长的心灵法门 还结缘给我们很多心灵法门的书籍和法宝 老师说 孩子现在这种情况 应该赶紧给孩子念小房子 小房子非常非常灵验 因为我白天上班没时间 于是孩子的姥姥每天不到四点钟起床 为我的儿子念小房子 并配合放生 许愿 我的孩子非常淘气 以前在幼儿园不睡午觉 还干扰到别的小朋友 也无法睡觉 上课时乱跑 老师无法讲课 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在我的孩子身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在幼儿园每天睡午觉 上课时也不乱跑了 在家也比以前听话了 原来不识数 现在 五以内的加减法一看 就能说出得数 我和他一起在家做饼干 他说 要把自己亲手做的饼干送给老师 学会了感恩 我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也非常感恩卢台长 为我们传授的心灵法门 也感恩 给予我们帮助的所有老师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今天早上太赶时间了 带去的菜中午发现没有熟 今天的饭堂 竟然有一个没有葱蒜的素菜 太感恩菩萨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这是真实的故事 在古代 就是我们说是佛陀的年代 真的 佛陀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非常感恩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过去在印度 2500年之前 也没有佛教的 佛教当时到了古印度 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挤的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要学 有一个叫 沙哲尼建的 婆罗门的一个长老 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教 什么教 没有佛教 那么号称 他当时在当地 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的门下有500个弟子 哇 已经很多了 500个弟子 他嘲笑所有天下人 说他们都没有这个文化 他经常在腹部挂一块铜牌 金属牌 在马路上昂首阔步地走 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长老 他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智慧爆满了 现在都流出来了 如果我不把这块牌子放在这里 那流出来不要糟糕嘛 智慧都是流出来的 那流出来 他听说 我告诉你们 台长就是比你们幸运 我现在在讲这个故事 连佛陀都在听 我全部知道 所以有时候你们要懂 佛陀挺好玩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到天上去之后 观世音菩萨 佛陀 还有阿弥陀佛 包括地藏王菩萨 他们都很谦卑的 他们都有个性 都很谦卑 实际上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今天在天上这样坐着 其实你们都是菩萨 很多都是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的 就包括激功活佛都是这样 我赶快讲下去 他听说 就是释迦摩尼佛 世尊到处去教化众生 去帮人家演说 明阳四海 心生嫉妒和恐慌 他很害怕 就对弟子们表示 他说 现在有一个名叫 曲痰的和尚 实际上当时说 佛陀名字叫曲痰 这个字很难写的 就是两个墓 下面一个 准确的准备有两点 那个和尚 自称是佛 他说佛陀人家真的是佛 他说自称是佛 我想去找他 向他请教高声 微妙的理论 我要让他 哑口无言 好好地屈辱他一番 你看 屈辱他一番 他果然率领了一群弟子 很多浩浩荡荡 来到直远金舍 其实过去没有妙 都是金舍 一个房间 佛陀在那里讲 都是金舍 但是呢 他从老远 还没到金舍的时候 他已经看见金舍里边 闪闪发光 光芒四射 他知道 这位忍不得了 不是一般的人 他惊喜交加 这种人是有修的 也是有修 你别看他功高我慢 他是有修 他的内心非常地震撼 他忍不住呢 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他看见释迦牟尼佛 就跪下来 向他敬礼了 哎呀 佛陀马上看见他说 来来来 请坐 他急忙 站起来说 佛陀 我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还没叫他佛陀了 就提出来这问题 他说 道是什么 智是什么 厉害吧 长老是什么 正道是什么 积善去恶是什么 修行者是什么 人名是什么 人就是人爱的人 名就是光明的名 就是明心见性的名 怎么才是适合正确的道理 守戒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能够马上回答我 我就拜您为师 你看他一下子讲什么 佛听了不慌不忙的 回答他就说 这个贤者好学 真心诚意的去修行 唯有怀抱珍贵的智慧 才叫真正的教道 众有变财 不算智者 无所畏惧 专心 遵守善行的人 才叫做真正的智者 两个问题 没办法 你们听不懂 也假装鼓掌 所以我感觉到 鼓掌的人不多了 鼓不出来 听不懂 但是我要给你们解释的话 我要解释很长时间了 听得懂吗 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吧 好吧 第三个问题 年纪虽大 也不能做长老 突然衰老 毛发斑白 多半只是愚人的同类 唯有心怀真理 仁慈深厚 内心平静 通情达理 聪明静洁 才是真正的长老 佛陀继续回答他的问题 纵使貌美如花 但言语不正 贪然而多虚事 就是虚伪的装饰 言行会违背正义 引出恶逆的根源 有智慧而不怒 才是真正的修行 落法未生 不撒谎 不贪取 才能迈向 去恶之道 接下来回答下一个问题 内心平静又悠然 才是真正的出家人 脱薄而现修行者 要放弃邪行 淡薄名利 去除罪孽 前修净行 密会明朗 破除恶行 才是真正的修行者 你看法师都听得懂 你们在后面 跟着瞎鼓掌 稍微解释一个 密会明朗 明白了吗 密就是讲内心 会就是讲你的会根 明就是明心见心 狼就是完全暴露 完全看得到 实际上就是 佛陀就是说 要能够心中的 内心的 最根本的 本源里出来的 佛性流露的人 才是真正的修行者 佛陀 佛陀继续讲 口里说得好 而内心不清净 外表也没有 人名 尽 尽 就是没有仁慈和 明白的 干净的行为 内心无为 举止 清廉 内外聚敬 才是坚正的人民之士 什么意思 坚正是什么意思 说一个人 如果是很正的人 他的肩膀一定正的 如果一个人的肩膀这么歪的 你说人会正吗 所以 佛陀讲 才是坚正 就是肩膀正 这个人 正 人民 就是人意道德 非常明心见性的 聪明的 有智慧的人士 继续 佛陀讲 营救天下苍生 博爱而不损人 才是真正的 有道之士 好好地奉行法义 不忘废口舌 争广见闻 努力学习 身体力行 持志坚决 守道不失 才是真正的 守戒人士 这位婆罗门的长老 和他的五百名弟子 听闻佛陀的 一番教义之后 无不心悦成福 高傲之心 消除 即刻成为 真正的 出家人 后来 萨哲尼建 跟热心修佛道 在一群菩萨行 行列里 颇有地位 他们的门徒 也都证得了 阿罗汉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学佛先把忍辱修 凡事莫去 找理由 聪明 反备聪明物 旧夜未消 新夜入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